你腰疼过吗 腰疼就是肾虚吗 除了肾虚之外 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腰疼呢 不同正型的腰疼 应该对应选择什么样的治疗和锻炼方法呢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腰疼是身体在报警 千万别忽视 各位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鲁南枝药 起达力精防颗粒 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 中医股防治腺病防治感冒 就用起达力精防颗粒 我是主持人刘仲萌 欢迎各位 我这几天有点腰疼 这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坐卧难安 各位健康观察员 你们腰好不好啊 我看斗腰头 谁先来说呢 碗桥 我不止我腰疼 我们全家都腰疼 我老爸 然后我公公 我老公 还有我 还有我妈偶尔腰疼 就全是腰疼 但是我们的疼法不一样 各有各的疼法 对 我就是那种 有点酸的疼 我老公的那种疼呢 他说是那种胀痛 然后我老爹呢 是有点刺痛 就是这个腰吧 我觉得就是一定时炸弹 你只要不知道哪个寸劲怎么样了 你肯定就得疼几天 王子腰应该不疼 因为你从小练功啊 我觉得我就是跟从小练功 可能也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练功嘛 一是穿的少 我觉得我可能会有一些着凉 然后我这腰最明显的是沉浆 早上起来 酸的僵硬的 就跟个木头人似的 胖姐呢 胖姐腰疼吗 疼 我们这岁数 一般的标准的都是这样 得处着 泽阳腰疼吗 我没有腰疼 我们家那口子她腰疼 她腰疼呢 确实是跟胖姐的还不一样 她是干完活以后啊 走着没事 躺平了以后就疼了 好 问一下苗也 苗也经常服案啊 对 我是蚊子工作者 然后我也腰疼 但是我这个疼法呢 可能和他们不太一样 闷胀酸痛一样来一点 就是你就是用大白话 就叫不得劲 你看各位健康观察员都腰疼 但是各有各的疼法 有酸疼的 有胀疼的 还有刺痛感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腰疼 导致腰疼的疾病有哪些 我真万一腰疼了 我该怎么办 接下来三位医生给我们答案 来 欢迎三位 白医生好 欢迎你 主持人好 请坐 白医生好 国陈医生好 来 我们请坐 白俊杰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党委副书记 教授 消化领域专家 侯秀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风师科主任 主任医师 国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推拿理疗科主任 主任医师 我跟各位说 腰疼这事可普遍了 来 三位医生 腰疼的请举手 三 二 一 当医生说他也腰疼的时候 我们瞬间就好像释怀一点 你看咱今天 加上各位健康观察员 五位 咱四位 九位 百分之百腰疼 这个发病率确实是有点高 那我就想问一下 这腰疼它是个病啊 还是它是个症状啊 腰疼本身它也是很多疾病的 一个共同的症状表现 但是也可以用这个症状 来命名了腰疼这个病 严格医生来讲 主要指的腰部疼痛 但我现在听下来 各位好像都是 要不就是外伤 要不就是劳累导致的腰疼 三位医生来自不同的科室 我们就分门别类地来说一下 国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导致腰疼的原因有哪些呢 应该说呢 原因非常多 首先呢 就这种外伤 外伤导致的这种 我们骨头的这种骨折呀 或者是脱胃呀 它可以引起我们腰疼 然后还有呢 就像我们这种 长期姿势不好的 然后出现那种肌肉的老损 当然这也是很多件 另外呢 就是我们由于这个 我们用力不当 导致我们这个椎间盘 出现了一个突出 或者甚至拖出这种情况 这也是临床中 很多件的一种情况 还有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 最常见的这种 脊柱的退行性变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底甲关节炎 在我们的底骨和甲骨这块 也就是腰下半部分 由于我们这种 长期的不良姿势 出现了这种疼痛 好来 侯医生这边啊 人家是风湿科的 您这边有哪几种 导致腰疼的疾病呢 风湿病呢 都是这种慢性 炎症性的疾病 所以就是炎症性的疾病 是最常见的 但我板子里头 这三个全是炎症 首先我拿出来这个是 我们最具有风湿病代表性的 叫强制性脊柱炎 这个是因为 自身免疫性的炎症导致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叫腰肌纤维组织炎 其实规范的名字 是叫纤维肌痛综合征 那它是一种慢性的 这种腰背痛很常见的 它的区别就是症状很多 但是检查找不着原因 都是正常的 极其隐匿 对 极其隐匿 但是人群很广泛 那还有这个叫性菌性炎症 它的名字也告诉我们 它是和细菌感染有关系的 相对见得比较少一些 但是检查也好明确一些的 一个炎症性的疾病 白医生接下来要说 导致腰疼的这个疾病 你还真得打个问号 有关系吗 来 恐怕从内科学的角度来讲 能够导致腰疼的原因 就更多 更复杂了 你说有多复杂 你看人这板多厚 对 我几例讲一讲 好 比如说泌尿系统的疾病 无论泌尿系统的感染 甚至尿路的结石 都会引起来腰痛 比如说肾炎 腰痛是肾炎的一个 很典型的 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刚才这个泌尿系结石 我介绍过 这个引起的腰痛 会更加剧烈 然后妇科疾病 也是导致女性患者 腰痛的非常重要的 和多发的原因之一 脾胃疾病更是 能够导致腰疼的 更为普遍的一个发病因素 胆结石 胆囊炎 胆结石 胆囊炎 也是这样 这种腰痛 引起来的这个疼痛感 是非常剧烈和明显的 明显的 腹腔中的肿瘤病 也是能够导致腰痛的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病激因素 您看 骨脏六腑出现问题了 这个问题或肿瘤或结石 它怎么会让我腰疼了 导致腰痛的一个原因 主要是神经痛 当我们人的骨骼 从腰一到腰五 生出的马尾神经 它是相当于一个 横向的走行 就在我这儿吗 在我腰间这儿位置 在后背部 后背这个位置 从腰一到腰五关节这一段 横着处 所以它会引起来 腰部的一个疼痛 脏腹的疼痛 牵扯到了这个腰部的 神经的疼痛 会引起来表现为 可能不止腹痛 更多的半性 那是表现得更明显的是 后背的腰痛 咱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咱们共用一根神经 当肾出现问题了 当泌尿系统有结石了 对不起 腰啊 你得受拖累一下了 受连累了 你也得跟着一块疼 我有一个不解 因为我一跟朋友说腰疼 说 人家说 您肾虚 我就纳闷了 刚才三位专家 说了那么多的原因和病痛 怎么就没说到肾虚 这个问题 胖姐问这个问题特别好 肾虚也会导致腰疼 是这样的吗 确实肾虚可以导致腰痛 那在我们中医上来讲 腰痛可以分为四个症型 一是寒湿型腰痛 湿热型腰痛 雨血型腰痛 肾虚腰痛 可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些 引起腰痛的症状 这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中医的认识疾病呢 是根据症状来去辨识的 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疾病 但是他们共同的表现都有腰痛 所以在中医里面 我们有变病 变症 病症结合的这种中医诊疗 我了解了中医上的这个症型 对我一个患者来说有什么用呢 了解了这些症型以后 有助于对自己的体质 进行一个判断 这样对于后期的指导治疗 甚至手法的康复 都会起一个很重要的 导向性的作用 好 问题来了 我怎么判断啊 接下来我们请三位医生 分门别类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先请侯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寒湿腰痛和湿热腰痛 特别是这种正型的腰痛 它怎么个疼法 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寒湿腰痛 侯医生 寒湿腰痛呢 我们就是因为感受了寒湿之邪 这些寒湿之邪从哪来的 一个是比如说外界环境比较潮湿寒冷 我们居住的地方潮湿寒冷 我们穿衣服不注意 比如说穿的这种湿的这种衣服 然后再受了凉风 寒风 这些都是寒湿之邪 这些邪气组织在我们腰部的经络上 组织不通 就可以出现我们说的寒湿腰痛 那寒湿腰痛的具体的疼法是什么呢 首先腰部是冷痛纵着的 它什么时候加重呢 阴雨天会加重 受凉以后会加重 像一个晴雨表 另外就是怎么能缓解呢 它喜欢暖和 加热以后将会疼痛会缓解 这就是我们寒湿腰痛的一些 临床表现的一些特点 我们着重强调一下 这个重灼是哪一种感觉 是沉得晃那种疼吗 就是沉重 就像你衣服湿了以后 披在身上肯定是比较重 又重又湿又凉 又重又湿 对 就是这种感觉 那阴雨天或感寒之后 家具一旦要变天 我这就会开始疼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是的 因为中医讲究的是天人合一 所以你人体上面有寒湿 在外界气候出现寒湿表现的时候 你和你的身体的这种邪气相加 它肯定会加重你的症状 果不其然都已经寒湿了 我当然非常喜温了 好嘞 除了这几个主要症状之外 寒湿的腰痛还有所谓的肩症 我们再来看一下是哪几个肩症 那么肩症就和它感受的邪气有关系了 比如说第一个 体倦乏力 枝末嵌 食少腐胀 那么因为寒湿 它阻碍了我们身体的阳气的生发 所以它会觉得你 总是让你觉得没劲 那阳气不够不能生发 不能去温暖 所以你四肢是觉得凉 另外就是我们说食少腐胀 这都是一些脾胃消化脾胃功能的一些表现 我们中医的脾是洗澡误湿的 所以这么多又是寒又是湿这些阴邪 困住我们的脾胃功能 所以你会觉得吃饭不想吃腐胀 尤其是午后会腐胀 另外就是这种转侧不利 静卧痛失不减 翻身活动它会觉得加重 然后虽然休息疼痛这种也不缓解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种寒失腰痛 它是一种我们叫标识 它是有识邪在这里面的 所以你即使休息 也不能给它去扶证去去的邪气 邪气还在那儿 你即使静卧疼痛的症状也不改善 因为你邪气没有去掉 寒失来了 有什么办法缓解这种 因为寒失导致的腰痛呢 最简单的我们就是要散寒去湿 所以中医的治法非常好理解 我们就是要去散寒除湿去掉病因 同时要用温经通落去缓解疼痛 因为通则不通 痛则不通 我们要去疏通 所以治法就是散寒除湿温经通落 怎么把这个寒散去 怎么把这个湿除去 怎么样经落就通了 稍后传言变变变变 我们会逐一地给大家解释 而且这个方字很简单并且很有效 好了 我们再往这边看 你看跟寒失 失热相比 有一个共同的字是失 只不过那种失是寒的失 而这种失是热的失 是的 这种失是有热血的 那么它怎么形成的呢 一个也是感受了外界的失热的血气 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环境 有些工作性质 可能是在这种高温潮湿的环境中作业 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病血 就叫失热之血 失热之血 对的 还有比如说我们南方有些气候 这种属湿季节 这种外界的因素 侵袭到我们的腰部的经络 它就可以引起这种失热腰痛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含湿 它淤酒会化热 它也是一种失热腰痛的一种原因 明白了 失热腰痛有什么特殊的症状吗 我们首先说它的主症 一定会有腰部的疼痛 那肯定了 对 但这种疼痛性质是怎么样的呢 带有失热的性质 所以局部疼痛是有热感的 热天 雨天 有热 有湿 或者是局部受热以后 疼痛会加重 那么另一个特点一定是 怎么能让它减轻呢 欲冷则减 伴有着热感 就是那种热着胀着疼吗 着热 对热胀疼痛 好 热天 雨天或腰部着热之后疼痛加重 我这么想的话 这样类的人是不是不能泡温泉 温泉它是一种热的 外界是一个热加热的因素 火上浇油了 火上浇油了 我以为我泡温泉挺好的 结果反而它更怕这种所谓的热和水 你看这两个一对比立马就出来了 寒湿的腰痛它反而是喜温 湿热的腰痛它是特别喜欢冷 好 这是主要的症状 那么肩症有哪些呢 肩症主要是感受 跟和感受的邪气有关系 因为我们感受了湿热之邪 那么热会蒸发我们的 耗伤我们的经验 所以会口渴 但是同时还有湿 所以这种口渴 但是不喜欢喝水 另外这种湿热也会带来我们 觉得口苦 繁热的一些表现 繁热的表现 那接下来我在想 这个办法肯定就是除湿热了吧 是的 其实大家可以推导出来 我们要清热 要去沥湿 沥湿 沥湿所谓的就是排了吗 对 我们要止痛 疏经 通落止痛 如何让这些热和湿排除去 以及经络如何疏筋 稍后为大家揭晓 好了 刚才侯医生是帮我们判断了 导致腰痛的两个症型 一个叫做寒湿腰痛 一个叫做湿热腰痛 把症状一对比 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自己判断起来特别简单 还是那句话 试一下凉 试一下热 你就明白到底你是哪种症型了 好 谢谢请落座 接下来我们请国生医生 给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淤血腰痛 这个寒湿和湿热呢 其实和这个食令 和我们的季节的特点 关系更密切一些 对 那么这个淤血呢 其实和我们的这种损伤 和我们这种平时的姿势 可能关系更密切 淤血腰痛的症状 第一个是什么呢 腰痛如刺 也就是说这个疼痛的特点 是什么样的 就像针扎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有淤血组织在 我们的经脉那块 就这种疼像针扎一般 紧接着这个痛处是固定的 不便 因为我们不管是各种损伤 我们叫跌扑闪挫 所以说它的痛处是固定的 也就是所谓的伤哪哪疼嘛 没错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日清夜重 为什么反而晚上会变重呢 晚上我都睡着了呀 白天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被很多事情 所吸引或分散注意力 到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注意力可能不想别的了 可能就想这个疼痛了 另外呢 就是在淤血的时候呢 往往在夜间的时候 我们整个气血运行 相对来说弱一些 这个时候体现出来的这种 不通畅会更加明显 所以它的特点是日清夜重 夜重 还有一个它的主症是什么 痛处聚恩 您要腰疼 您要是扭了一下闪了一下 或者损伤一下以后 谁也别碰我 您就一碰了 哎呦受不了了 是吧 就这种特点叫痛处聚恩 我一到晚上固定的位置 如此一般疼痛 而且谁也别碰我 这就是淤血腰痛的 四个主要的典型的症状 再来说一说 淤血腰痛它有哪些肩症呢 第一个肩症是什么 第一个肩症呢 就是说我们损伤以后啊 我们相应的这种肌肉韧带呀 包括骨节会出现损伤 当它出现损伤的时候 我们就会出现轻者养腹 也就是说往前弯腰 或往后养 不变 养腹不变 重者不能转侧 你像我们真正腰疼的时候 损伤完了以后 你想有的人严重到什么程度 想挪一点点都挪不了 是吧 就疼的我都动不了了 我们知道淤血是这种暗色的 所以说我们整个 我们全身的一种表现 淤血的表现就是这种 从面色上来说 就是这种晦暗的 包括我们唇色也是这种暗的 这是淤血的一种表现 好 病逝急报 突发者有跌扑闪错时 这就刚才咱们说的它的原因 也就是说我们由于这种跌倒 或者是扑倒 还有什么 闪了一下腰 扭了一下腰导致的 说到这儿有什么办法呢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都能说 肯定得先活血呀 没错 为什么出现疼痛呢 是因为我们这种跌扑损伤以后 导致了我们这种 我们叫什么筋肉 出现了鸾疾 我们变成了一些紧张的筋疙瘩的呀 什么这种的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要把这个筋疙瘩的 所谓的这种筋疙瘩的地点呢 我们给它化开 化开 叫活血化瘀 活血化瘀 筋肉鸾疾的时候 会引起经脉的壁阻不畅 这个壁阻不畅指的就是什么 这个契机的壁阻不畅 所以说叫理气止痛 其实我现在理解下来 这两个所谓的办法 其实就是要把堵的地方打通 没错 好了 我们四个正型已经讲了 三个了 但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关注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肾虚是如何导致腰痛的 来 我们有请白医生 给我们解释一下 先问一下白医生 肾虚为何导致腰痛 肾虚是导致腰痛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肾主骨生髓 所以肾虚了以后 这个功能失常了以后 就会导致腰疼的出现 肾虚导致腰疼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劳累过度 比如说年龄的因素 比如说房屎过度 比如说外界的寒鞋 我们前面讲的一些外界因素 都可能导致肾虚以后 出现这些腰痛 在肾虚的状态下导致它 加重它腰痛的症状表现 那么肾虚腰痛的一些 主要的症状有哪些 经常表现为 以腰酸为主 腰气酸软 后腰酸 膝盖也觉得酸软 大腿也觉得没劲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好 叫酸软为主 是的 腰又酸 腰又软使不上劲 就是这种感觉 是的 当这些症状表现出现了以后 病人就喜欢掐着腰 揉着腰 揉着腿 哪疼揉哪的 对吧 来 再来看第三个 如果病人因为肾虚 导致了疼痛的出现 那么劳累 过度的劳累 包括房屎过多 干的活也多了 劳累的过度以后 就会加重这种肾虚 导致了疼痛的这种 腰痛的症状的表现 第三个叫预劳更肾 好 最后一个主要症状 肾虚腰痛本身有个特点 它持续性的存在 那么也许经过治疗 或者休息 或者致病因素减轻了以后 可能腰痛会缓解 但是再次出现 同类的致病因素的时候 依然会发作 所以反复发作的情况 这是肾虚腰痛的 四个主要的症状 它还有一些所谓的坚症 除了这些共同的表现以外 那么病人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腿 没劲 都没劲 都没劲 那么别的肩症 就要从患者是属于肾阳虚 还是肾阴虚 两个角度做不同的辩证了 当患者出现 少腹狙击 面色晃白 手足不温 少气乏力这些症状的时候 请问在座的嘉宾 你们知道 这是属于肾阳虚 还是肾阴虚呢 我觉得像阳虚 它不温嘛 就是少了嘛 阳少了 对嘛 非常好 真棒 这个阳气不足的时候 肚子啊什么的 就特别容易出现疼痛啊 居卵的一个症状 因为阳气不足 面色就容易出现 晃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晃白的症状 那么也同样 也可以出现手脚不温 或者一直冰冷的这种情况 这就属于肾阳不足 导致了肾阳虚 导致的这种腰痛 阴阳我们都要讲一讲 接下来这个坚症是什么 心烦失眠 口罩烟干 面色潮红 手足心热 当患者出现这样的坚症的时候 其实不用问大家 在座的嘉宾 恐怕也都知道答案 这就属于肾阴虚的症状表现 关于肾虚引起的腰痛 主要症状 肩症已经为大家解释清楚了 那就想问怎么治呢 好像这个答案也很简单 就两个字 是的 这两个字都会说 那就补肾呗 是的 但是补肾只是个原则 是个方向 但是至于补阴还是补阳 还需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去完成 好 虽然都叫补肾 但是我们还是要分门别类来补 好了 刚才三位医生 已经把寒湿 湿热 淤血和肾虚导致的腰痛 给大家解释清楚了 我们留一个小的伏笔 就是关于到底这几个症型 该怎么治方法 就在传言变变变 特别是在网上有很多所谓的 治疗腰痛的方法 好像都挺不靠谱的 小燕飞 仰卧起坐 吊单杠 旋转放松腰部 这些动作可以预防和治疗腰痛吗 爱酒 拔罐 贴膏药 可以治疗腰痛吗 丝瓜仔 可以治疗腰痛吗 不要走开 稍后给你答案 职场健康科栏目 由鲁南枝药几大力 精防科栏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鲁南枝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进入传言变变变 有请小鹿 传言变变变 你说我来验 各位好 我是鲁伦一 我们来看第一条传言是什么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腰疼已成为许多人的隐忧 它不仅影响工作效率 更悄悄侵蚀着我们的生活质量 针对如何预防和治疗腰疼 有一些人有自己的看法 这个引起向上 我说养我起过 这没做别的 我是个多病的人 我要没有病我也不能来锻炼 就吊着蹭就可以了 它肌肉吧 能保持这个关节 是它这个骨骼 不至于偏离这个方向 该马上看的 像他们用的那个双杠单杠 我就不运动 不搞那个太大的运动 就是只说适合有这腰部 它不疼 就这么来回来 轻轻地运动 用柔和这腹皮 我就每天仰望水动 一百下 小腰飞可以 然后之前家里老人腰疼 后来网上查的这个动作 可以帮助恢复这个腰疼 前些日子我出去玩着 爬山就腰吧不舒服 转了这腰 俩多星期了吧 这腰好像舒服点了 腰疼你就多活动就不疼 你要不锻炼 疾病就找你 听了大家的说法 你们觉得小燕飞 仰卧起坐 吊单杠 旋转放松腰部 这些动作可以预防和治疗腰痛吗 这条传言可以说很有代表性 很多人都这么以为了 说的是小燕飞 仰卧起坐 吊单杠 旋转放松腰部 这些动作可以预防和治疗腰疼吗 听听大家怎么说 当然可以 因为你看我们久坐的这种上班族 我们都是这样对吧 对 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腰是在这窝着的 是这样的 小燕飞是反过来的对吧 就是把自己反弯成一个香蕉形状 当你小燕飞的时候 你就把它舒展开来 然后刚刚那个吊单杠也是 让它舒展开来 拉一拉 对 然后仰卧起坐正好反过来 那有的人比如说 我曾经就认识一个运动员 他是射击运动员 他们有卧射 他们就一直趴在那 很长时间趴在那 然后一动不动的 就在那卧射 他就是腰就是反过来 一直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做仰卧起坐呢 你看你又开始弯折他 这就是又给他缓解了 还有最后一个 刚刚那个扭转腰的 你看这个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王子有发言权 他从小就练功嘛 他们练功肯定就是 热身运动的时候有 是不是你肯定有 转转腰是吧 对吧 热身 然后先把它撑开了之后 活动开 对 这几个动作都是有针对性的 让我们的腰更舒展 让我们的腰 那个老损的那个地方 然后疲劳的那个地方 更缓解 所以我觉得是有效的 好 婉桥说 没错 他支持这个传言 请问一声 要不要喷它 三 二 一 喷它 喷它 喷起来 看来 我以为我刚才说的 那个气氛已经到袋了 就不可能喷我了 我都说的这么有道理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每一次练功之前 你要扭腰 你要转腰 我听说这个就是瞎扭 这样是最不好的 太对了 然后还掐着腰说 这老年人老是转呼啦去玩 说这也不好 来 想听听医生了吧 怎么理解这几个动作 应该说您说的这几个动作 其实对于一些健康人群 或者一些特别轻微的症状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用的 可以缓解 您讲的其实有您的道理 但是如果说是病症比较急的时候 症状比较重的时候 如果再加重刺激的时候 容易加重病情 所以我们刚才喷了您一下 是 你看什么这个小样飞 吊单杠 这些其实都是很经典的健身的动作 但是它有前提 我们今天要着重说的就是 在什么情况之下 做了这些动作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反方向的作用 我们先来说一说 晚乔你这个小样为什么不能飞 小样飞 它可以很好地锻炼我们的腰背肌 但是在腰背肌处于一种损伤阶段的时候 我们不去做它 我举一个病啊 急性腰扭伤的时候 您在急性损伤 这肌肉正属于一个损伤阶段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不能做小样飞 损上加损 对 吊单杠呢 那么吊单杠呢 其实也是不全面的 大家知道吊单杠 我们可以垂直方向把这个 其实就相当于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把它吊起来 对 很像我们这个医学中 我们用的牵引 可以给它拉开一点 但是有些情况 比如说有一些腰椎滑脱 本身腰椎就不稳定 您再给它拉长点 加重它这个不稳的时候 有时候会加重病情 来看一个部位 本来腰椎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缝隙 如果再拉再拉再拉相当于是重上加重了 这个不会 这个腰椎间般突出呢 其实可以适当地做牵引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腰椎间般突出的这个 不能做什么动作呢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不能做 旋转 仰慕起足 旋转这个 当我们做扭转呀 或者是往前 你看 仰慕起足是不是往前 让导致了一个向前的压力的时候 会加重这个突出 我左扭扭右扭扭 我旋转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 没问题吧 谁不行呢 谁不行啊 其实比如说您这块啊 小关节 这叫小关节 小关节 是神经 对 当这个脊柱排列的 不像过去那么错落 有志 有点错位的时候 扭动腰部 可能会压不神经 导致疼痛 没错 有可能我们扭反了 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明白了 刚刚郭医生 给我们重点指出的是一些 特殊人群的特殊情况 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 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 前提的基础之上 就是运动 还是有助于我们 保持腰椎和整个背部 是健康的 所以如何更合适的 去运动呢 郭医生 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也是给大家 准备了四招 针对我们这四种腰痛 正行 太好了 四种正行的腰痛 我们给大家 展示给大家 好 那么我们有请 我们刘洋医生 好 有请刘医生 也请我们 郭医生 咱们一起跟着学一学 好嘞 主持人好 刘医生好 欢迎你 刚才根据各位主任 介绍了四种腰痛的正行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 一个定制化的动作 跟着我一起来练习一下 首先呢 是寒湿腰痛 如果想解决寒 跟湿的问题 我们就要靠我们身体的阳气 什么生阳气 是动能生阳 所以希望大家 能跟我一起动起来 那我们第一个动作 要做的就是 推擦腰部 我们做的时候呢 看我们的背部 我们将双掌 尽可能地放到我们腰最高处 我们用手掌往下去推我们的腰部 这个时候要用点力 感受腰部有这种酸酸胀胀的感觉 同上往下 单方向地做 我们要做10到20次 推完之后呢 你会感觉腰胀胀的 有点温热感 之后呢 我们找到我们下方腰底部的三角区 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做的是温擦腰底 温擦腰底呢 要求我们快速地用手掌 在我们腰底部进行一个擦动 如果您在家呢 可以脱去衣物 用双手直接接触皮肤 也可以借助一些戒指 擦的过程中 要快速摩擦 才能起到温热效果 温热也能生阳 阳能驱散我们身体里的寒与湿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 温热感会散发到你的腰部 及臀部 甚至有些敏感的呢 还会像我们小腹部这种辐射 那现在隔热衣服 都已经开始慢慢热了 对 建议大家每天练习三到五遍 直推腰部是10到20次 温擦腰底三到五分钟 第二个呢 我们针对湿热腰痛 要给湿和热一个通路 我们要让它有效地散去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要做拉伸 要做一动动作 所以我们第二个动作比较大 我们来做转身撑腰 来 双手托天 我们手掌向上 之后后撤一步 后撤的同时 我们重心慢慢地 向我们右腿移过来 坐着也可以坐 我们只不过下半是固定的 之后我们向一侧转身 转到极限处 这个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 腿 腰 胸鞋 背部 还有我们手臂 整个的牵拉感 您感觉这一侧 像拧麻花一样 有一个地给撑开了 这个舒服 这个动作能够牵拉到 我们全身的经络 之后我们向对侧 继续练习 脚往后撤一步 双手撤天 转身撑腰 这拧麻花拧的 真的是好有感觉 对 这个动作要求大家 在极限位置 一定要停留1到3秒钟 然后配合着深呼吸 你这种拉伸感 才会更强 就是这个 大家注意 做这个的时候 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 一定要量力而行 很重要 如果过程中 你觉得实在是刺痛难忍 我们就降低幅度 对 那我们还有第二个动作 我们第二个动作 叫攀足撑腰 我们双手自然放在 我们库线处 手往前转一点 大拇指卡在 我们在我们大腿的前内侧 四肢放在外侧 顺着我们的腿往下摸 这个时候腹身屈膝 手能达到最远的位置 大概我们能摸到脚踝 这个位置保持好之后 把腿挺直 立马就能感觉到 腿后侧这种拉伸感 如果像我们老师这种 如果不能够伸直 或者感觉到浮下去 特别困难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 我们可以适当地减少 弯腰的程度 可以伏在膝盖下面的时候 也是挺直我们的腿部 当你的腿部挺直的时候 我们的筋 还有我们的经络 会得到有效的拉伸和激活 这个也是帮助我们 打通湿热去除的通路 其实这个 你像对于我们和萌萌这种 有时候久战 做节目的 疲劳的 做到这个动作 也很舒服 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 淤血的腰痛有什么办法 第三个是刚才 国生主任讲的淤血腰痛 淤血腰痛我们讲痛有定处 基本上集中在我们的腰背部 所以我们针对腰背部 进行一系列动作练习 我们做一个后身推腰 我侧面给大家展示 我们双手握拳 用这个拳面 来顶住我们最高的位置 您看我长期练习 我就能顶得特别高 大概在胸腰段都已经 点住之后 我们先不使力 我们做一个往后伸腰的感觉 这样您就很自然的 不好意思 我没忍住 好舒服 这个动作自然的 它发上力之后 相对用力会非常省劲 您不用使劲地往前顶 我们伸腰对抗 之后把手往下移一点 大概一到两厘米就可以 我们继续推按我们的腰部 一直往下移动 从我们接触到最高点 一直推到我们的腰底部 大概五到八次 算爽 这是我们叫后身推腰 能够加强我们的拉伸的效果 这个办法活血化瘀 活血化瘀 解经止痛 可以在早上的时候 我们反复练习五到十次 之后我们再做一个动态的伸展 我们动态伸展同时 将我们脚往斜后方后撤一步 手向对侧的斜上方伸出 这个时候找到我们手指尖 一直到手臂 胸斜部 腰部 腿部 脚部 这种拉伸感 是 可以动感一点来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两个动作其实都是通过动和拉伸 来促进我们气血循环 气血循环起来 瘀血就自然地会消散掉 好 最重要的是活血化瘀 而且要理气 要把堵的地方打通 是的 这是这几两个动作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叫肾虚腰痛 这好像讲到痛点了 是不是 不是我的痛点 朋友 肾虚腰痛呢 我们当然要做的叫补肾强腰 那我们要找到一个关键穴位 叫肾疏穴 肾疏穴呢 是我们膀胱经的一个穴位 在哪呢 腰二急凸下 旁开1.5寸 好像很难找 其实有个简便取法 我们找到我们的腰窝 大概腰窝上方 那我们可以摸一摸自己的腰 最下方有两个骨头 尖尖的一个大骨头 点住它往上放一拳 您在这周围找找 有没有酸痛的点 或者是有没有这种筋疙的 如果有 这就是我们要刺激的 然后注意我们的手势 我们叫全点肾疏 我们找到我们的掌趾关节 也就是我们凸起的这个骨头 用这个骨头呢 点住我们两侧的肾疏穴 同时做我们刚才做的后身腰部 还是后身 对 这个省劲 我们这样一起往里点 然后还能使劲 会酸酸胀胀 我觉得这个后身的时候 你把两个肘往中间夹 能找到感觉 不是 我现在就是不太清楚 我到底说不说我有酸胀的感觉 我要是有酸胀的感觉 是不是代表我肾虚呢 不是 代表有劳损 确实酸胀 点住之后呢 我们也是做这种后身 大概十到二十次 所以我们看到了肾虚腰痛 有一个叫洗暗 洗柔 我们用我们的掌趾关节 去暗柔我们的肾疏穴 可是刘医生 我们要特别给大家讲到了 肾虚导致的腰痛 我们最重要的两个字是补肾 补肾 这个揉穴位补肾吗 对 因为腰围肾之腐 肾疏穴又是膀胱经的肾脏的疏穴 所以它刺激肾疏穴能够强腰补肾 就是补肾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穴位 还有一个动作 我们来做拍扣双腿 我们两腿分开 一腿朝前 内侧为掌 放在大腿内侧 外侧为握空拳 扣肌大腿内外侧 从上至下 大概10到20次 您看这个动作 平时我们做的时候 好像只扣外侧 但是我们加入了一个拍内侧 因为我们内侧肝肾脂筋都在内侧 我们拍的时候 一 能给我们的拳头借一个力 更省劲 少有刺激 第二一个 拍我们的肾经 我们左右这种扣拍双腿 能够反复地刺激我们内外侧的经络 能够心气活血 这一套下来 感觉现在有点神清气爽 有点小船 确实感觉到 整个的这个腰背部轻松了很多 好像感觉头脑都清醒了很多 因为在刘医生上场之前 我就跟小陆哥说 我说我真的是有点腰痛 但是这一套动作下来 我发现我腰真没那么疼了 还是我们终于讲了动能生羊 只要让你动就可以活动起来 好 非常感谢刘医生 谢谢 谢谢刘医生 谢谢 大家也都学起来 谢谢 我们回到传言区 这下舒服多了 那么我们这条传言 像小院飞 仰望起坐 吊单杠这些动作 确实对于腰没有问题的人来讲 是一个不错的锻炼方式 但是它有前提 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一些情况 再去做这些不注意的话 反而会加重我们腰部的疼痛和不适 我们来看下一条传言 腰是身体中的顶梁柱 一旦这个顶梁柱出现问题时 我们的生活质量便会大打折扣 该怎么解决呢 爱揪啊 拔罐 这个都有作用 我们家老人平时腰疼就拿这个事 你俩要激风的 拔罐有效 拔罐吧 因为我妈总是拔罐 说拔罐好 但是得坚持 切招的比较多 实在有事不合适了就贴一贴 拔罐 她说我寒气太大 贴膏药管用 腰疼就是贴膏药 我感觉爱揪吧 因为那个爱草中药嘛 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中药还不有用 拔罐还适用一点 针对治疗腰疼 大家都有自己的办法 究竟爱酒 拔罐 贴膏药 可以治疗腰痛吗 爱酒 拔罐 贴膏药 可以治疗腰痛吗 听听大家怎么说 换界 这条船员还用问吗 那肯定是对的呀 腰酸 背痛 三件套 爱酒 拔罐 贴膏药 你觉得难受 先拔罐走一波 拔罐完了以后 你没减轻 那就什么 爱酒走一波 把寒气逼出来 这时候可能你就好了 差不多了 那如果你说 还剩点 还没减轻 那就是 因为爱酒和拔罐 它是有石油啥 你就贴膏药 膏药你就可以 24小时贴着 哪疼贴哪 保准 这三件套一下来 钓道病除 是吧 你就扫我二维码吧 老大解决不了 找老二 老二解决不了 找膏药 找老三 对 我觉得这个膏药 应该严谨地贴在 胖姐的嘴上 非常严谨 你看 你就是太年轻 你没精力 几回事 来 要不要喷一下胖姐 她说的对吗 三 二 一 喷 喷 一个是贴 不是 胖姐 就是真正邀请的时候 咱就这么走一个遍 是吧 这个流程就是一个严谨的 你平时的流程 是吧 对 一般我们家亲戚朋友什么的 包括我儿子 都这么安排 都是按这三套走 膏药平时你都怎么贴啊 其实膏药啊 它分什么伤势指成膏 虎骨膏什么的 其实名字有区别 但是它的功效大差不大 我们家就是有什么贴什么 你送什么我就贴上去 我觉得不再喷一下都不合适 再来一下 好 胖姐其实代表了一部分人 家里的病急乱投医 这儿疼哪儿疼了 我赶紧有什么我就贴什么了 刚才这个传言包括胖姐说的 洗卫生我们该怎么去分析它 首先我们刚才前面也跟大家介绍了 中医来诊疗病呢 还是要辩证论治的 就不管什么中医方法 它还是有它的适应的不同的症型 我们来依次对着刚才胖姐口中的 这三件宝来分析它一下 咱先说说这个拔罐 针对是哪种腰疼比较好使用 拔罐呢我们更适合 还是这种寒湿淤血的腰疼 都是可以使用的 因为它本身有这种火热的一个作用 另外通过拔罐的方法能够去淤 对 我们都知道 有些寒湿淤煮的拔罐以后 时间越长 它那个拔出来的罐印会越深 其实也是去血的一个作用 有时候拔罐了上面还有很多这种水珠 对 另外就是我们的艾灸 艾灸呢我们知道它都是艾叶 做成的艾绒 还有里面呢 有时候会加一些火血花瘀的药 所以它的作用本身就是一个 温精火血通络的一个治疗方法 那么通过加热 那么它去寒的作用会更强一些 所以也是更适合这种寒湿药痛 同时如果是浴血药痛 它伴有寒湿的也可以使用 对 因为它还有活血的作用 对 如果是湿热药痛的话 怎么办 那我们这些热的方法是不适合的 那我们就要可以用我们的中药 开出我们的中药的处方 用清热化湿通落这些药物 做成这种副方 煎煮之后用这些药去冷敷 其实中医的很多外置方法 我们叫简便液连 就是既简单又方便 那么这种湿浮方法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把中药熬汁 熬成药汁之后 用我们的毛巾去浸透 我们浸透以后 拧到不低汁了 然后敷在我们的 药痛的地方就可以了 不需要加热什么 我们现在要治疗的是 湿热药痛 对 需要冷敷 冷敷 明白了 冷的药汁再加上含凉的药物 所以它是有清热的作用的 那这个冷敷的时间呢 怎么把握 我们一般每次的敷的时间呢 就15到20分钟 然后每天可以早晚各一次 就可以了 一般腰疼才说 赶紧热敷 热敷 弄个热水袋 这个还真是打破 我们的常理认知 对 因为食热腰痛 最重要的就是 遇冷 痛减嘛 是的 那接下来 咱们再来说说这膏药 膏药对我的最初的印象 是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膏药 不像现在这么多 只有两种动物图案 虎皮和狗皮 虎皮膏药 狗皮膏药 在我还没分清楚它的时候 到今天再去药店 你会发现琳琅满目 有非常多种类的膏药 就像胖姐说的 是不是都大差不差呢 今天我们也 给大家列举了一些 我们给它做个大起礼 也请教一下医生 我们先说这个叫活血止痛膏 膏药也要中医辩证去使用 因为不同的膏药 它配方是不一样的 最直观的 我们可以看它的药的名称 叫活血止痛 它一定是能够改善 瘀血疼痛的 后面的两个我们 射箱状股 对 最熟悉的老虎膏药 还有我们的伤势止痛膏 从它的药名 我们也知道它一定能止痛 但是我们要去看它的成分表 里面也是以温精 通落 驱风 活血止痛药组成的 所以它对应的正形 一定是寒湿腰痛 当然有一些这种 淤血疼痛的 偏于寒湿的 我们也是可以使用的 狗皮膏药 它其实是我们最古老 最传统的可以膏药 那么它里面的 温痛的药物 药力会更强一些 也是适合于寒湿腰痛 肯定大家就会有疑问了 那么这么多膏药 都是寒湿的 对 那对于湿热的怎么办 寒热不清这种怎么办 怎么办 那么我们就是要止痛 那么选的就是 后面的两个膏药 它是西药成分的膏药 它主要就是起到一个 抗炎止痛的作用 分不清寒热但是疼痛 也不知道是炎症 还是肺炎症的时候 这类药你可以去用 如果没有改善 那你一定要去请张科医生 再去评估去判断 好 谢谢姐妹医生的分享 我们这条传言说 爱酒拔罐贴膏药 能够治疗腰疼 这个也要辩证地去看它 一定要根据自己 适合的症状 选对方法才会有效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传言 据说有一种食物 会对腰疼有帮助 是什么呢 来看看 老辽 晾丝瓜了 这不我媳妇说了吗 这些丝瓜晾干以后 用这丝瓜子能治腰疼 我只知道这丝瓜能刷碗 还能治腰疼了 怎么不能呢 有两种方法呢 这第一种啊 把这丝瓜籽啊 煮水喝 先把这丝瓜籽晒干了 把它研磨成粉 然后加水 一定得煮开了 但是这渣子可不能要 这渣子用那个滤布 锅滤布给它滤掉 然后再喝 据说是啊 沥湿消肿 你要是腰不舒服啊 喝点可好了 老张傅 还有第二种呢 把这丝瓜籽啊 晾干以后炒熟了 磨成粉 和上蜂蜜 和黄酒 和在一块 喝了以后啊 舒筋活血 等弄好了 给我点 正好 我媳妇最近啊 腰疼得厉害 行行行 这条传言说的是丝瓜籽 可以治疗腰疼吗 听听大家怎么看 请锁定 苗野 我觉得不可能 好奇谁能把这个腰疼 跟丝瓜籽 扯到一块去 这都没有关系 我就觉得 就是你要是信科学 你腰疼就吃药 你要是信偏方的 腰疼吃妖子 你就是吃腰果 它也跟丝瓜籽 没有什么关系啊 咱们腰疼分这么多 多种类型 刚刚那个刘医生带着我们 分门别类的 教了四种不同的动作 它要是丝瓜籽 能把这么多种类的腰疼 全部都解决了 它有这么神奇 那丝瓜 那菜市场还能配得上 咱丝瓜吗 我觉得这丝瓜籽 它没有这么神奇 不可能的 好 苗野感觉大吃一惊 用这个激情澎湃地 反驳了一下 他不同意 不相信 丝瓜籽可以治疗腰疼 我们也确实蛮好奇 他既瞧不起丝瓜 也瞧不起丝瓜籽 对 可能丝瓜和丝瓜籽 此刻有点委屈 等我们问问医生 要不要喷它呢 来 喷它 喷 喷 瞒不成这小小的丝瓜籽 真有治疗腰疼的奇效 其实刚才嘉宾说 丝瓜籽治不了腰疼 我也认可 可能它在治疗腰痛的问题上 效果并不很明显 但是为什么还把您给喷了 是因为您在否定了 丝瓜籽的同时 还否定了丝瓜 这就是您的不是的 过于偏颇了 就是丝瓜籽 没有对腰疼的治疗 作用并不明显 但是丝瓜 相对于丝瓜籽来说 它确实有更明显 和更明确的这种止疼的效果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主要这个丝瓜 就并不指的作为蔬菜的 这个新鲜的嫩的丝瓜 其实我们指的 它老了以后 那个落 丝瓜落 它有这个活血化鱼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不会就是我们刷锅的那个 对 丝瓜布 可以刷锅刷碗 到蜡布一样使用 那个有治疗腰痛的作用 功效 是的 这个功效是很明确的 为什么 一个丝瓜落 它能够缓解腰痛呢 它其实就是中医取向比类的 有一种说法 就是它纵横交错 能够达到一种 通经活血活络的 这样的一个功效 所以刚才我们 侯主任在介绍这种 腰痛的时候 也几次谈到 包括博生主任 那也就是说 只要是产生了 不通的情况 都可能会产生疼痛 而丝瓜落 恰巧借助了这个功效 产生了这种 活血化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缓解了腰痛 而且它腥味比较温和 适用于多种 就是原因引起的疼痛 是做汤 还是怎么用它呢 做汤的话 是只能喝不能吃 因为它已经是 老丝瓜的落了 做骂不都那么坚硬 何况肯定是忍不动的 单方要去煮它的话 每次抓一把 有个15克左右 它很轻 抓一把有个 10到15克左右 每天煮点水和 放在养生壶里面 煮点水 放点姜 去去寒的 结合自己的体质 稍微调配一下 喝个十天半个月 甚至一两个月 可能都不会产生严重的 不良反应 但是前提是 对丝瓜不能有 这种过敏的这种体质 有的患者可能对丝瓜 也是有过敏的 那白医生 针对我们今天特意强调的 这四种不同类型的腰疼 有什么好的代差 你的推荐 好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 四种药食通源的药茶 就比如说枸杞配肉柜 对寒食型的腰痛 就会起到一个 温阳 通经 火络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用木瓜 基因化 和蒲公英作为组合 对于湿热型的腰痛 也会起到一个 缓解疼痛的效果 木瓜本身它就是一位 这个止痛的药 可以达到止痛效果的药物 薄公英就是我们常说的 薄薄丁 它是有清热 趋势解毒的这样一个效果 包括基因化也是这样的 那么山楂和配生姜 对于医血型的腰痛 它会起到一个很好作用 山楂本身它就有活血的功效 它本身也有止痛的 这样的一个功效 生姜温热 助阳 化气行血 它俩的组合 能够对于活血化瘀 离气止痛 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功效 那么枸杞配干浆 就对我们所说 刚才说的 肾虚了 肾虚型的腰痛 会达到一定的功效 枸杞本身就是滋补肝肾的 这样它俩配在一块 还夹杂着一点阴阳双补 这样的一个功效 和醇在里面 这些药物的使用 都是钥匙同源 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即使这样 我们依然建议 患者朋友们 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选择适合自己使用的药物 是的 没错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这条传言 说的是丝瓜籽 可以治疗腰疼 这个在中医看来 它的效果确实不明显 但是丝瓜落 包括其他 刚才您看到的 等等食材和药材 配物得当的话 的确可以针对不同的腰疼 起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好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最后回来 我们再来听一听几位医生 对于保护我们的腰部 还有什么样的叮嘱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来 节目最后 我们也请几位 我们叫护腰使者 今天再给我们叮嘱几句 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腰部 那针对我刚才前面 给大家介绍的 寒食腰痛和湿热腰痛 它和外血 寒食人体有关系 我想叮嘱我们的各位朋友 在衣食住行方面 注意避免阴冷寒湿的地方 穿衣要根据我们天气 随时去增减 如果有出汗 我们要及时去擦拭 避免这种湿血入侵 郭生医生 在这里我特别要叮嘱大家 我们一定要加强 我们平时这种腰部的 这种肌肉锻炼 另外呢 注意我们生活的 合理的用腰的姿势 避免我们一些跌幅闪烁 这种意外情况的发生 好 欢迎回来 好 欢迎回来 生病起于过用 所以请朋友们注意 合理饮食调整情绪 防食有节 适度锻炼身体 大家如果要腰疼的时候 别耽误 第一时间去找到医生 或者康复师 寻求他们的帮助 好 非常感谢 几位医生的分享 也要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 还是那句话 一定要祝您健健康康的 我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 再见